你命中没有,你就是没有这个当官的命 你读了一百年的书,你还是当不了官 所以官不是求来的 是你修来的 因此你就知道 各位,怎么去求 怎么去争 是要修啊,不是要去求 所以这个故事是很真实的 所以什么 我们凡事当中 一切都是有因有果的 只管去实践 只管按照佛法的因果去做 去落实 真的不用贪求 所以这样子你才能够什么 才能够生心自在 才能够扫还扫劳 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